大家好,今天就是7月22日 今天就是多事之秋 第一件多事就是我本人今天报名的 新界西的选举,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在整个过程有些做得不好的 可以给我一些意见,我尽力而为 我希望曾经支持过我的新界西的朋友 都可以继续支持我 或者未支持过我的四年之前 考虑一下,我都会尽我的力 很长话短说,我想香港今天的情况 我都无谓再浪费大家的时间 因为今天不是讲这件事,今天想讲疫情 今天发生最大的就是单日游破新高 113个个案 其中105个是社区也没有源头的个案 第二件事,政府发生了就是用今天行会 通过了室内的口罩令,没有意思 就是将所有公共场所的室内,譬如商场 它特别点出就是交通交汇处 大家在很多地方,譬如在葵坊,在南田 很多大型交通交汇处的地方 它都叫室内的,因为虽然它没有墙 但是都是一个有亚遮头的地方 那些地方被界定为室内,要戴口罩 都挺,怎么说呢,都挺彻底 或者挺激烈 有没有用呢,你猜有没有用呢 其实就是,我给一个比喻大家明白 有一条河呢,原本是很干净的 有些人弄了一条屎渠 就是,骚髒的东西就在顶上 好了,有些骚髒东西走进来 有些人就说,我们要对付这个骚髒的污染 那怎么做呢 聪明的人就在一个源头做的 就是将一条屎渠,或者骚髒东西 集了它,或者有一家厂放些有毒的饭学品 那是最好的方法 第二些的就,聪明一点就未必一定有效 我不喝那条河的水 永远不喝它 这个是一个方法 我沽默论它,对不对 第三种就是最下等的方法 都要喝的了 拿个隔,隔一隔它 那现在戴口罩呢 就不错,就是第三个方法 那大家可以将个钟教起之前 究竟香港是否由一二月到现在不停爆 不是的,今次第三波爆 即是第一波爆过,跌下来 第二波爆了三月左右,跌下来 中间呢,在五六月的那段时间呢 是试过是单日是没有个案 那没有个案之后呢 那现在政府就... 那老人就想事情就是这样 最重要是政治正确啦 那七七七行正 最擅长就是拍马屁啊 就是中国大陆阿爷说什麽 他又要拍马屁啊 那所以呢 当时就又说 喂,中国大陆情况这麽好 那当然要开放啦 是吧 那所以呢 就想了那个叫做豁免的安排 即是豁免那个 十四日的那个检疫期的一个安排 你不要小看这个安排 最初就说,哎,很少数而已 其实一直都有的 由一、二月到现在 我们都有一些豁免安排的 就是有些人駕货车啊 中港运货、运财、运猪、运鱼 运很多东西都好 你觉得没事的 你发觉没事的 为什麽呢? 其实那裡有两个原因 第一呢 那批呢 就是真的去定点做事的 駕着车上去 就是拿完那些货下来 那就在了 这是第一 第二呢 他们不断呢 要做那些测试的 即是大陆的七日一次 才有效 第三呢 其实人数都不多 就很少是那些限集人 那样 那就真的要上班了 会… 试过有一轮想搏猛 有些人说要卖这个配额 但是很快就被人识穿了 但是你知道今次呢 这个… 香港政府放出来的那个 这个豁免检疫这些人有多少个 一万个 每间公司两个名额 由开始这个豁免到现在 二十万人自由出入 好恐怖喔 极之恐怖 是不用做这个… 任何的检疫的 这是第一呢 第二呢 就讲到口水都干了 我们说 所有在边境口岸进来的那些 麻烦不要做家居隔离 这是第一 第二 麻烦认真些 做那个测试病毒那些 比如说 尽量楼园标本走 十四日左右 又要检疫多次 甚至二十一日要检疫多次 那… 發生的事就是… 楼标本 很多人都质疑 究竟是否楼得正 因为譬如举个例子 深痰的样本测试 其实是很难做的 深痰就是 譬如早上起床 第一个痰 还要咳一两声 然后深喉的去液 如果不是的 你随便给些口水 又不是深喉 找些液体 你会不会验到 验不到的 一定验不到 对不对 除非病毒量很高 所以有些地方 是不会做深喉的 就会做 譬如 那个避烟测试 那避烟测试 它相对有些人 就会怀疑 它说 喂 那个检测的病毒量 都未必多 但它的好处就是 它真的在避烟那裡拿 还有有医护人员去拿 它那个 准确性 整体 是不会差过 甚至可能是好过 所谓的深痰 深痰如果是一个 很理想的环境下 是好的 就是 个个都懂得 怎样去流淡 又懂得 又不出鼓劃 又不是给口水就算了 又或者有人去教他 看着他 去流 都可以的 但这些事是不会发生的 你知道我知道 有些人随便拿 所以 现在那个检测的方法 是有很多的流动 14天未必一定有得 很多时候 第一天说没事 政府就 都不管你 理你都傻了 甚至我们有些病员出来 告诉我们 就是 政府说 没事就走 患过病 武汉肺炎的话 我想14天留 可以吗 他说 不是不行的 你自己找个私家医生做 我们这里不能做 这些完全是 一个是 没有任何责任心的一些做法 其实是影响香港 很可惜 政府又没有给足够的力量 又没有人手 所以你看到 黎南昌的政府法院所一定都是 那些工作人员已经是 做得很辛苦 政府可能根本已经日以计夜 夜以计日去做 但是政府从来没有给足够的人手 没有给足够的钱 想着等运到 再加上在检疫那里 他是不肯做酒店的检疫 他只是做家居隔离 大家都知道 家居隔离很多时候是废的 根本那些人是通街去的 二十万的自出自入 再加上检疫做得很差 又不肯做定点隔离 所以香港其实是难听些 叫冒染鸡笼 早在两个月之前 一至两个月之前 我自己在立合会都说了很多次 甚至有一次都说 如果你这样做 你又给了豁免 香港爆发是难听些一定会发生的 就是看什么时候 你可以说是不幸严重 沽压口 但是这个是很难去避免 因为你开到个洞那么大 在边境那里 有那么多人可以自由出入 这个差不多会中招的机会是一定的 所以如果现在做到很彻底 那个室内的限聚令 甚至有人说是室内的限聚令 甚至说要所有食肆去停 不是完全没用 就是弄髒了些东西 你在下面慢慢用清洁剂去弄 或者你怎样去做过滤 好过没有 但是你的源头不封 你在下面做的东西有没有用 你说到那么久 还是有一万个豁免的人士 其实有些人跟我们说 有些开大陆的厂 或者根本是大陆人 拿香港身份证 那些新香港人 就是用这个方法 每间公司有两个名额 出出入入 那两个名额的人可以转的 不是一定在说陈大文和李大强 今天陈大文上来香港 shopping 行下 那就陈大文 陈大文 明天已经转了 朱大厂要来 朱大厂又可以来 你要明白 其实这个制度本身 是开了一个很大的流动 所以政府为了要讨好 要拍马屁 是累了全香港人 虽然我们已经浪费了 或者不要说浪费了 已经用了超过2900亿 就是因为这个武汉肺炎 再加上送中条例 用了2900亿去负责 去补偿 去补偿 其实都补偿不了全香港的损失 但他只懂这件事 不是他的钱来的 这2900亿 不用多谢他 是每一个香港人 辛辛苦苦迟回来的 是大家有份的钱来的 特别是我们很多前线的基层工人 他们是受最多苦最低的人工 最少的保障 他为香港贡献而得回来 亦都是因为这样 他们是最无讨价还价能力的 这些低收入人士、勞工、独居长者 在现在这个限罩令 一定要戴口罩的令 是最大被惩罚的人来的 口罩可以越来越贵 可能买不对的口罩 没有人教他怎戴 其实那些钱已经不多了 可能有些是靠中援 或者一些很微薄的收入 三个金 还要去买口罩 然后逼你如果没有口罩 不准买菜 不准吃东西 不准去补给那些食品 那你有钱人的高官那些 要多少有多少口罩 但是我们的老人家 低收入人士、勞工、独居长者 很多这些完全没有过 政府把口罩就很聪明 个个都要戴 有没有?会不会给他? 哦,关人了 这些和我无关 所以这个政府就是禁垃圾 禁谱、禁难堪 第二件事也更加离谱 今天就有个报导 有一个大陆支持的报纸叫《香港商报》 有个稿就访问了 不,应该是报导了 林郑开始想要在大陆请医护人员来 由于香港医疗面临崩溃了 面临崩溃最大的原因 不是今天发生的了 几个月前那些专家 袁国勇、许树昌、很多学者都说 喂,你要预备全民去检验了 政府有没有来? 懒理你吧 没有加人、没有加钱、没有买这些测试的工具 什么都不理 等文量到 是啊,四五六月好像少减一些 更加不会加人、不会加钱 没有软件、没有计划 突然间出事要检验 什么都没有 我想大陆有,又便宜又漂亮 又便宜又是,是不是又漂亮呢 我真是很难相信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在网外发炎出事的时候 在很多地方 马来西亚、印度、西班牙 都打回头的 这些大陆的测试 香港在医管局、卫生署 和外面的私家医生 私家发炎所用的 是在市场上买到最好的 所以最初那时的价目是说 100至900元是一个测试 只是那个工具 现在可能便宜些 可能去到五六百元 但都是全世界最好的测试工具 我们有好的测试工具不用 为了拍马屁 为了政治正确 要用一些可能标榜很便宜的 中国大陆出的那些 我就不懂回答你 究竟是 这个情况会有多狂烈 不过 如果给很多香港人有选择 我相信有选择很清楚 他宁愿 自己给钱都不介意 可能要一些好些的 检测工具 有信心的检测工具 有信誉保证的检测工具 有一个质量保证的检测工具 然后告诉大家 真是有事或是没有事 好过政府 2900亿出去 但是要做的事 不肯做 省钱 便宜便宜 大陆出都不要紧了 用了它 到头来 全香港受苦 一定都是 社区爆发 隐形爆发 继续 勒紧库头 食肆要生 商场要生 学校要生 什么店铺也要生 不要紧了 我那时候省了些钱 用了大陆货 那样 这个政府是否很离谱 很厉害 很厉害 很垃圾 那 讲回 要放大陆的医护人员 现在医院 这么惨 不是不够医生 而是没有地方 因为大家都知道 隔离病房快要爆 内科病房快要爆 急症病房快要爆 荷蘭 其实很多地方 一见到武汉肺炎一爆 医院用不到 它会用其他设施的 展览馆 三个月前 两三个月前 我已经写信给政府 麻烦 有很多可以用的地方 例如 湾仔会展 这个邮轮码头 是大面积的地方 请你将它尽早 预备好做这个临时医院 一句都听不到 每次都是死到临头 哎呀不行了 你请大陆的医护人员 会解决到个问题吗 香港不是不够医护人员 而是不够病床 不够地方 我们很多医护人员 是不介意加班去做 甚至现在已经网上传了 那些黑警乱打人 有多少十亿的OT钱 骗OT 大家都知道了 出了名 医护人员是冻身 但我相信很多医护人员都不介意 他们出来都不是为了份量 有很多都是为了要 希望它自己的抱负 亦都自己的学会 是要帮市民和病人 所以很少因为工资不够 要出来要示威 罢工 医护人员唯一一次罢工 今年就是为了要求政府 不要盲目不仁去封关 其实去到现在都要封关 你想想 现在我们根本已经 一地都是这么辛苦 你还要放大免检疫安排 还要托大脚 拍马匹 这个时候还不是封关 当然全部都封了 令到香港还可以呼吸气 令到源头可以停 你现在又不封关 又不做关口 在下面做 是不会改变 不会解决的 就算僥倖给你 有几天按低了 因为源头未解决 这一路会出的 好了 医护不够不是人的问题 而是地方的问题 这是第一 第二 中国大陆 我不会否认有个别的医护人员 举个例子 我有很多行家 我做手术的 很多做手术的行家 他们的手艺是很好 可能症又多 也都他们医院的工作量很大 有14亿人口 所以很多人是可以操练到手势很好 但有几点我们明白 中国大陆是跟香港不一样 所以他们开药是不公道的 是收红包收利是 可能我们的行家 在中国大陆人工不高 但他们收红包 收一些钱的漏杂 改来改去都改不到 所以去到做手术 或者做任何东西 在中国大陆的人 或者你都未必太清楚 我们有很多 我们其他行家 是看很多中国大陆来的病人 在武汉肺炎之前 他们不相信中国大陆 他们来香港 驗血、驗身、做手术、癌症治疗 买药、打疫苗 甚至买奶粉、洗头水 来得香港那些难听些 不会是窮人 再难听些 个个都懂得给利是、给红包 个个都有一些把炮 有些关系在大陆 可以扯到几个名医教授做 但他们都不会在中国大陆做 因为他们不相信制度 亦都制度很多漏杂 收红包、收黑钱、买药回涌 这些其实是不应该有的东西 但在中国大陆发生了 所以最大不是首尉的问题 而是道德水平的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 要说要请根据报导 其实第一个要求是工联会 你看到工联会 除了六七年最厉害放炸弹之外 现在最厉害可能是做这些事情 政治正确 又是工联会讲完林郑 当然当是神灵 大家都知道 现在林郑最重要是跪下拍马屁 所以谁教她这样做 她一定会这样做 但是伤害香港的制度 我告诉大家 有些人说她怎样可以来香港 拿到牌子 现在今时今日的政府 什么都可以做的 什么都可以做的 紧急条例又有 你以为她没有方法 什么都可以 扭幻折弱 黑白倒转 是非不分 都不要紧 今时今日香港 什么都会发生 所以不要说这些事情不会发生 她随时有一个旁门坐到 可以请大陆的医护来 但受苦的是整个制度 和是没有得选择的病人 你想一下 很简单 在香港 有得选择的 包括那些高官 有钱人的 自己会选医生 会不会看大陆医生 当然不会 那什么人会看大陆医生 又是永远都是 最穷 没有选择 公营服务 你没有得选择 你没有得选择 她逼你去做 那些 所以那些什么 林郑的高官 那些 那些 富商巨买 那些 那些 团结基金 那些 董建华 六八九 那些 他们不用担心 不会是大陆医生 看的 那些人 分不分香港 都不会 非去 有病 去英国 美国 或者养和 那样 怎会看大陆医生 你真的不用担心 所以 所以他放进来 不要紧 是你们死 你香港最穷的 那些 越穷越见鬼 大陆 不是 政府很毒 毒到没人有 林郑 七七七 那种恶毒 那种卑鄙 无耻的 我相信是 前巫古人 后巫有没有来者 我真的不知道 不过 每一次 做所有的事 包括今天说 报道要放医护 早前那些豁免安排 都是把香港人推进去 就是 难听送死 不过你送死 不要紧 最重要 他的位置坐得穩 现在我们 林郑 跟中国大陆的高官 命运共同体 香港就 真是不幸 无论是武汉肺炎 吃粥吃饭 都是跟这个 偉大祖国 命运共同体 香港是夹在中间的 大家留意下 或者有机会再和大家谈 现在最大的忧虑就是 当中美的角力 已经成为中美的对抗 甚至拆枪走火 在所难免的情况下 香港是岌岌可危 好不幸 香港在这个夹缝里面 我们没有选择到过 这样的结局 但是 好像七七七 林郑 中国大陆的高官 香港的 那些赤鞋仔 建制派 保皇党 他们代我们选择了 他令香港去一个最坏的处境 去 为了达到他政治的目的 为了在一夜面前跪下 扣头 拿着素 在所不惜 但是全香港 包括现在的食肆 商场 商业 仇虎 你不要怪 什么口罩 那些 累你 做饮食也好 你做商场 你做零售 你做酒店 做什么都好 累你的 是这个政府 是这个林郑政府 令到香港 一地都是 这么多病毒 这么多人中招 整个死城感 就是整件事 不是真是把关 不是真是抗 这个病毒 不是真是抗疫 最紧要 就懂得 舔鞋底 做拆鞋仔 拆鞋妹 做这个什么 市长 妹仔市长 很难顶的 这个妹仔市长 没有最下流 只有更下流 好了 都差不多了 好像十点四十分 最后想跟大家说 万事小心 因为去到今时今日 就算政府叫你不戴 即是迫不迫你戴口罩 都大家要做这件事 洗手戴口罩 还有如果真的遇到 在我们社区 邻居里面 有一些老人家 低收入人士 独居长者 如果家里有多个口罩 给他们 因为 他们是整个社会里面 一直被人忽略 被政府靠害 还有就算在这个口罩令里面 是最受苦的一群 尽量帮他们 政府麻木不仁 但是香港人 应该懂得互助的 好了 那不阻大家休息 今天 讲到那么长下 就 多谢大家 也希望大家继续 看这个节目也好 支持我也好 多谢 周藤